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她叫吉娜爱丽丝 1994年出生在德国 是德韩混血 吉娜四岁开始学习钢琴 七岁便成为了著名的钢琴教授的学生 毕业于汉堡音乐戏剧学院 精通中德英法韩等多国语言 在2013年 2012年 2014年 吉娜连续三年登上柏林爱乐大厅舞台演出 并广受德国观众喜欢 她因此也被誉为德国国宝级的女钢琴家 一个是华人之光 享誉全球的著名钢琴演奏家 一个是国宝级的女钢琴家 连网友都发出赞叹 两双弹钢琴的手走到了一起 这就是最好的爱情 势均力敌 旗鼓相当 你很好 我也不差 在这次的婚礼上同样引人注目的 还有周杰伦和昆琳夫妇 二人携手而行 落落大方 举止十分亲密 从前小天王周杰伦宣布和昆琳的婚讯时 很多人表示并不看好 那时的昆琳只是一个小模特 网友一致认为 她配不上天王级别的周杰伦 当时的昆琳曾经一度想过放弃 不过后来决定嫁给周杰伦之后 她很快通过努力 让自己迅速成长为 配得上周天王的独立女性 昆琳曾在采访的时候曾说过 我知道自己很幸运 因为老公 我很快地得到了很多很好的资源 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更应该要亲近自己 不管在心理或事业状态上 都更加地去努力 我不要自己只是一个附属品 这样我才能够配得上我所拥有的 她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产后第三天就去试镜 做完月子半个月就开始训练 她拍戏 上综艺 开咖啡厅 做主持人 经济和实力都相当地独立 和周董结婚 从没有限制她的人生轨迹 而是在势均力敌的婚姻里 让她成为了更好的人 昆琳还在圣诞节 用自己挣的钱买了豪车送给老公 当时周杰伦兴奋地晒出照片 人生第一次被女生送车 就连前不久的嘎那电影节上 周杰伦都悄悄化身为谜地 在人群中悄悄地注视着自己的爱妻 人们渐渐忘却了昆琳 一开始只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伯特 开始为周董能够娶到这样的老婆 感到开心 并且送上祝福 昆琳用她的努力和能力 让自己成为了 站在天王身边的天王嫂 好的爱情就是这样 男女地位平等 又势均力敌 你可以送给我最真挚的爱 而我也有足够的能力 成为你的依靠 简爱中有这么一句话 爱是一场博弈 必须保持永远 与对方不分伯仲 使均力敌 才能尝此以往的相依相惜 因为过强的对手让人疲惫 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和普利希拉 沉的爱情 堪称是完美婚姻的最佳范本 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 两个学霸属性的人 因为互相吸引而走在了一起 当时 Facebook前途无量 所有的人都觉得 嫁给扎克伯格 普利希拉简直 能够在家躺着数钱了 但是普利希拉并没有选择 放弃自己的事业梦想 他去了圣和赛一所学校当老师 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深造 成为儿科医生 后来开了一家 对贫困儿童免费开放的私人小学 这一切的经历 让他成为了在儿童 教育、医疗和科技等多方面 都颇有作为的人物 身价也在不断地飙涨 虽然嫁给了鼎鼎有名的扎克伯格 但他依然是独立的个体 有着自己的人生标签 没有人会说他是他的附属品 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夫妻二人 经常制定有趣的人生计划 也会一起去各地旅行 到处玩耍 在工作上更是互相帮助 扎克伯格在发布一款新产品之前 经常还要听取太太的意见 扎克伯格曾说 陈除了让我打从心里敬佩女性 尊重女性 还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状态 能够长久的婚姻 一定是两个人共同在进步的 两个人拥有的势均力敌的才华和能力 才能棋逢对手深爱持久 我在考雅思的时候遇见一个气质 才学绝佳的老师 但年近四十的他依然截然一身 直到后来我才偶然知道 原来他有过一次婚姻 老师的前夫是一个小资本商户 拥有着与他的家庭相当的财力 当时迫于现实的压力 两个人急匆匆地成婚了 但是婚后他才发现 睡在他旁边的丈夫 虽然和他共用一个枕头 两个人的思维 却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 他喜欢艺术 想要出国深造 想拥有更加快阔的事业 和更加璀璨的人生 而丈夫却只知世俗里的功名利禄 他实在受不了了 最后两人协议离婚 所有人都觉得是他太矫情 过日子哪有一帆风顺的 磕磕碰碰就过去了 现在离婚哪里再去找 这样家世好的丈夫的 他却一笑置之 我希望能和我共度余生的人 也和我一样 拥有一个金光闪闪的灵魂 他能让我进步 我也祝他提升 后来某次聚会 他带着一位很绅士的先生 来见我们 他一身帅气 才气斐然 听说两人已经定居在国外 还开了一家艺术画廊 如今过得幸福美满 爱情的势均力敌 并不是指出身上的门当户对 应该是思维高度上的不相赏下 两个般配的灵魂在一起 两人都能给予对方 最大程度的成长空间 两人也都能获得 更加优质和强大的人生力量 在这样的势均力敌的感情中 才能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必仰视或者俯视 我们同样优秀 两个人能够互相吸引 又能互相独立 虽然是个体 却又彼此成就 势均力敌 是爱情中最好的相处关系 由他所带来的是一种长久的平衡 在这种平衡之下 使得两个独立的灵魂 在通往彼此的路上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免费点击订阅哦 同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 志恒在三位书屋 陪您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